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湾车市最为热闹的话题 肯定就是 中国车要大举进军台湾啦 目前大陆的车 是没有办法乘车进口的 但未来如果真的开放 更多的中国品牌 来到台湾的话 对于市场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能进来台湾是一回事 可是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能不能接受还有他们的看法 可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 乃哥 是的 现在大家 对这个新闻已经不叫新闻了 路上可能都看到很多伪装车 对不对 还有消息都一直层出不穷 的确其实为什么中国品牌的车 最近会那么热呢 我觉得是一定是 产品到达一定的需求的时候 市场自然就要接受它 那我觉得以汽车来说的话 不管是中国还是哪里制造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就困扰了已久 以前其实我们有禁止 这个日本车乘车进口 对不对 有总量管制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在这些限制之下 都有它背后目的 譬如说要增强我们自己 台湾的汽车产业 还是为了关税 为了税收 甚至是有一些是地缘的关系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民众对于这个 中国的车是不是进来台湾 我觉得没想到之前做了一个调查 接收度很高 所以就是说不管你心中 再怎么去看一个东西 这个口袋是最诚实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便宜 那我们来看 那对台湾民众 对中国车的接收程度 我们来看最高的是58% 是认为是导入国产或完全开放进口 这个好像比我们政府更开阔 那个心胸更开阔 就是说你可以国产 这个本来如果你国产的话 本来就是可以进口 对 价格上的优势 对 但是现在是完全开放进口 进口也有价格优势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限制 就是门打开 你要进来就进来了 那这样子这是58% 然后再来也有18%的人认为 应该完全禁止导入国产或进口 但是我觉得完全禁止的 这个意义在哪里 不知道 可能就是说对于两岸的态度是不一样 或有一些政治的因素 或是怎样 可是基本上这毕竟它要完全禁止 目前看起来 不太可能 这18%的这个民众可能要失望了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确定会 因为像MG 如果你把它的这个血缘透彻起来的话 它其实就是中国品牌 对不对 没错嘛 因为它被收购了 再来我们来看 另外是开放导入国产或取消相关补助 其实这个只有占9% 但是我跟你讲 全世界基本上大概是以这个为主 我的意思是说它不是针对中国车 就是说你有贸易壁垒 或是什么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它会采用这个 我举例来说以美国来说 你美国它针对所谓新能源车的话 它会补助 只要你是在美国当地生产 供应链也在当地 也就是说你的零件都是来自美国 而不是说这个 运到美国去的 运到美国去的 我们就是说CKD或SKD的 不是这样 就完全都要美国生产 制造这个什么 劳动就业机会嘛 这样的我就会有给予补助 但是如果你是进口 零件这样子 它的国产比例不够的话 我就取消相关补助 以美国现在对新能源车 就是说像电动车 加州大概是7500块美金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一个对于车子来说的话 大概就是达了九折 所以这一个反而是国际间 比较常用的 欧洲其实也是用这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 剩下8% 说允许导入国产 它指的应该是整车 对 那也就是说你零件送到其他国家 假设送到德国去生产 再送回来的 不得成为进口车 那其实这会打到谁你知道吗 Volvo 一点都没错 就是会打到Volvo 但是这一个毕竟 它大概只有8%的这个 我觉得它就是懂 就是说这个是 只要零件是什么 是来自中国的话 其实为了要开放太快速的话 可能对台湾的汽车产业 会产生终极 所以它认为是这样子 那我先把这些都禁止的话 允许导入国产 事实上消费者能够选择 它想选择 不一定是好或坏 因为每一台车制造出来 都有它的需求 这就是目前我们所执行的嘛 对不对 对 目前这一个只有7% 所以只要政府想要执行的东西 民众基本上都是不买单的 对不对 不管政府只要说什么 这个区间证数什么 大家一定就是反弹 就是允许导入国产 但禁止这个整车进口 这也就是目前我们的现况 就是说如果你中国车在台 在中国制造 整车不能进口 但是如果你整台 是在别的地方制造的话 是允许的 我举例来说 像比亚迪为了要进美国 他怎么做 他没有相关的产业链在美国 对 所以他就是就近在墨西哥 川普就说 就算你在墨西哥做 我也是高关税 因为你叫中国品牌 我就是高关税 因为马斯克说过 如果没有贸易壁垒的话 电动车会被中国很少 这是马斯克说的 连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龙头的CEO 都这样讲的话 那你就知道 很多东西是需要政府去做把关 去保护的 人民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好的产品 但是你不能把关过头 让我们变成第三世界 或落后的这个消费者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政府要负起的责任 是 好 谢谢乃哥的分析 当然我们常说挡得了一时 挡不了一世 这是不是整个全球的趋势呢 刚才看到的这个明密的调查 竟然有六成的人觉得 是完全同意说 可以让这个中国车进口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他们怎么想的呢 这六成民众 先说 其实我也蛮赞同的 当然这中间 刚才乃哥介绍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比例的 这个大家什么认同 所以这到底有什么去玩这个游戏 引进这个中国车 当然不同的观点 但以普遍来说 我还是觉得 还是持赞成的一个态度 对消费者来说 对 没错 就第一个 我觉得车款的选择也很多 然后另外因为 我们不能不承认说 其实中国车 大陆车 它目前看起来的科技性 你看它都已经进去到德国了 德国都已经卖得瞎叫了 那代表它产品的竞争力也好 品质也好 确实是有占到一定的一个水准之商 那如果能够顺利的导入到台湾来说 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可以选择更多 当然是好事一桩 对车厂来说 也是良性的竞争 没错 我觉得市场就要去一些刺激 去一些竞争 然后才会多一些活水 一些活泼的状况出现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因为我们也知道 其实中国是好像比较便宜 对不对 确实 所以我觉得价格也是 可能是刚刚那个数据里面 58%里面赞成的人 它的一个主要原因 价格应该会比较便宜 那这边呢 我觉得价格到底是便宜 或是便宜多少 其实它有很多的 隐性的原因在里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列出来 目前相对在台湾热门的中期SUV MG的HS 一个是HONDA CRV 我们同时也把 中国跟台湾价格把它列出来 同时呢 这个价格是所谓的什么 中国是他们中国的 自己生产的价格 49到75万 那台湾生产价格是 91.5到121.5 还是偏贵啊 对 CRV也是一样 这边的价格是他们国产 当地国产 中国国产的这个CRV价格 83.1开始到11.7 折的台币是这样子 台湾的话是105.9 开始到127.9 你就看 中国生产的这个车型都比较便宜 但是这边的状况是什么 你们要考虑到这个所谓的市场需求度 市场它HS跟CRV 在大陆一个月卖的产量 一定是远高于台湾 所以你的量不一样的时候 你的摊提的成本 这个条件也都不一样 另外还另外就比较隐性 也是比较隐性的原因是 他们中国生产车型 可能很多东西都是他们当地自己生产 隐形整个大陆自己制作 很多零配件都大陆自己制作 可是台湾目前大部分还是走向索毛 我们是组装而已 我们很多零件都是采用进口方式 可能整颗引擎 走过来进口 然后到我们国内的这个产线里面 再啪啪啪啪啪把它把它煮起来 当然有一些东西可能是相对比较小 小样的一个零配件 还是他们自己去生产 可能是保险杆 可能是灯具等等 但大部分的中央零件还是靠进口的方式 所以你零件进口有它的关税存在 所以成本相对也就高 你看CRV也是 眼睛什么那些很多零土进也都是 这个日本进口的 没错 那大家有会觉得 那我不如改进口 整车进口 所以回到量体的问题 我今天如果这个 我的市场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也许我真的是采用进口是比较OK 因为我还是刚刚讲零件是进口 没错 可是我还是要一个产线 然后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培养等等的 我成本还是在那边 那我这间进口的量不够多的时候 那我干脆改成进口 我销量不够大的时候 比如Kammery就很好的例子 以前Kammery有国产化 国产了两个世代之后 发现这个大型房车的需求 是慢慢萎缩之后 那我干脆改进口 我一个月三五百才在卖 其实反而它的成本控管 是比较良性的 所以我觉得单纯去看中国的价格 跟台湾价格的高低 当然普遍来说 我们会觉得中国车的价格是比较便宜 没错 有很多隐性的一个原因在里面 这个东西大家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好 这边是去介绍所谓的同样的车型 中国产跟台湾产 在当地价格有点落差 台湾车价就是贵 所以回到刚刚的讨论 所以大家希望中国车进来 好 那如果今天是以宾市居有一来说 在中国都是进口车 在台湾也是进口车的时候 以这个为例子 你看其实价格都差不多 对 所以这个条件变一样 当这个车就是从德国进来 从美国进来 这次在美国之后 从美国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最后也许再加上 宾市这个稍微比较高端品牌 它对于全球价格的控管 它是有一定的规范在的时候 那你的最后终端价格 都是亚洲市场来说 你价格其实都差不多的 这代表其实也不一定说中国车 在中国市场卖的车一定便宜 还是得看它到底是进口身份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还是回到一开始聊的 我觉得中国车 真的如果能够开放进来的话 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刺激度 活跃度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加分 了解好 谢谢小钟 以小钟的看法会觉得说 当然市场上面越来越多的选择 它也可以刺激一个良性的竞争 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 那有人会赞成说 就中国车进口的话 还是要有一些淡输就条件 例如取消这个补助或者是提高关税的方式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都赞成它进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价格的优势 如果真的有一些淡输的话 不是价格就往上跌了吗 其实很多人就是有时候 我们常常参加那个新车发表会 怎么台湾的价格一发表出来的时候 明明国外也有 为什么我们台湾就好像价格售价 就是比别人高很多 那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关税的部分 因为我们台湾自己 目前的关税是17.5% 那其实跟十大的汽车生产国来比 其实严格来讲还是真的有落差的 比如说像目前我看到表刚上面 最高的是印度 它的关税高达125% 好可怕 好可怕 你要买100万的车 你要你在当地买的话 你要买到就是225万 对啊 其实是很高 我觉得如果是印度 而且这是关税 对啊 关税而已 还有其他的税还要继续再加上去 那泰国是73% 其实这些都是 也是非常非常高 其实这些国家 他们自己都有汽车的一个 生产的制造厂 就是当地生产 那中国是15% 其实也还OK 好像跟我们台湾其实差不多 巴西还要收到35% 墨西哥是35% 那欧盟 因为欧盟算是一个 还蛮相对成熟的汽车市场 对 汽车工业的 它就是10% 然后南韩是8% 所以俩都还好 好幸福 对不对 那美国跟加拿大领海分别是 2.5%跟6.1% 其实他们都还好 日本 0% 他们没有关税 但是还有别的税吧 对 它还有一些 比如说他们自己 汽车持有的其他的一些成本 就是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台湾跟 其他世界各国比较主流的国家 好像没有差多少 但是我觉得之前不是也有一些 立委已经帮忙就是在 帮我们的人民发声 或者是帮品牌发声 就是说想要提案说 像户务税的部分 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减少 其实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减少的话 比如说我们可以炒这个 比较成熟的市场去参考 例如像欧盟 我觉得收个10% 我觉得好像还OK 因为其实台湾的车价是不止说关税 还有这个货物税 甚至于这个营业税加起来 所以让进口车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在 某一些的一个关税的部分 或者是什么这些项目的时候 可以你不要一次把它 这个关税全部降到零 你可以逐步逐年的 或者是渐进式的来去调降 让这个我们自己的国家车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车厂这边 在价格上面跟国外比起来 不要落差这么大 虽然说其实 我觉得只是汽车的价格本身 那你就会说如果用到一些 比如说像汽车额外 一定要用的东西 比如说可能是 你给人家一定要加油 燃油车你可能一定要加油 其实我们的油价 其实在世界各国比起来 我们油价其实相对上低 就像假设你今天开电动车好了 我们电价在世界各国 其实也是相对较低的 所以其实变成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虽然说 买的车再高一点点 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持有成本上面 跟世界各国或者是其他先进国家比起来 我们的持有成本其实不会太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其实不会太高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优势 我觉得台湾的优势之一 那其实说其实之后再像 比如说我们跟今天讨论的是 中国车即将要进口 那其实中国车的进口 它的部分呢 它可能 我觉得还是跟刚刚关羽讲的 我觉得有条件的开放是好事 它进来是绝对没有问题 你说乘车进来喔 可是乘车进来 我觉得是要有一些淡数的 你不能说就像我们 像目前我们的欧洲品牌一样 例如它限制一年卖多少 像刚刚刚说是本车 一年什么卖多少 然后只能进来多少 对你可能会有个总量的限制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刚刚其实小中有提到 我觉得汽车市场再多一些火水 或者多一些新品牌进来 对消费者而言 我买到CP值高的产品 我买到好的产品 其实是对消费者也是一些好事 就像不管是像现在中国车款 他们现在是在美国 或者是在欧盟 其实他们也卖得相当不错 那证明他们的品质 基本上是OK的 那像台湾这边该有的一些 测试标准 或者是认证的标准 甚至撞击车是什么 那中国车进来你也要撞 你也要试试看 肯定要先撞 好 谢谢Rick 关于台湾的新桌价过高的这个议题 很多人会归咎于台湾的税制实在太高了 中华民国万万岁真的是这样吗 小徐 好了 诚如刚刚所讲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似乎把税制过高 这个东西过分的污名化 甚至刚刚也讲到 前一阵子有某位前任立委 还开记者会说 同一款车在台湾的售价 跟在韩国的售价差很多 我们是不是要调降相关的税捐呢 但是我们从刚刚的表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台湾就关税来讲 台湾的关税并没有说特别高 台湾平均关税算起来17.5% 跟其他世界的国家比起来 没有算很高 对不对 而且更好玩的是 台湾的国产车也没有比较便宜 你像RAV4跟CRV 一台国产一台进口 售价差不多 配备也差不多 所以关税这些税捐也好 真的是台湾汽车售价高昂的原因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个工业产品 它的价格取决的因素很多 那我们这边挑两个 比较被容易理解的 比较大的方向来讲 首先第一个就是规模 台湾不管是国产车也好 进口车也好 你简步加一加 一年加起来 40万辆以前好的时候 50万辆 对不对 可是你比照那些世界先进的 那些工业国家 美国 欧洲 中国 大陆 日本 他们的总量是那么大 所以他们的产能大 所以他们的平均成本就会下降 进口车的量大 那它平均的售价也会下降 所以台湾自然在这个规模来讲 售价不会比他们低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购买意愿 那这边各位要了解 购买意愿跟购买意愿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比方说台湾的平均收入 跟欧美比较起来 台湾的平均收入 大概是欧美的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买一台汽车的负担 比起欧美来讲是来得大 理论上是不是 既然我们买车的负担比较大 我们车子应该售价比较低 才会刺激消费 错 其实这是资本市场运作的结果 像我们刚刚有对照出 同一款车像CRV 像MG的HS 在中国大陆跟在台湾的售价的不同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表格 找个十年去做 你会发现很好玩 中国大陆它的汽车市场规模比较大 可是同一台车子 比方说当年的Camry 在台湾的售价 跟在中国大陆售价 中国大陆比较贵 为什么呢 反正就是有人买 我这个时候市场需求量非常大 我卖贵一点 一样会有人买 我干嘛要卖便宜呢 这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一个结果 那所以呢 这就会造成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 台湾的购买力 没有美国欧美来得高 可是我们的汽车价格却比较贵嘛 所以呢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你关税与否 这些进口税与否呢 其实跟车价的关联性 并没有到很大 甚至呢 有些人就 那你是不是政府 你就干脆把关税嘛 把这个货物税全部都取消 降回零 那这样是不是大家比较好呢 我跟各位讲 未必 首先第一个 固然我们今天一口气取消关税了 像日版 像前几年的澳洲 的确你新的售价会比较低 可是各位要想想 政府一天开门 就是要花那么多钱 他少收的关税 货物税 好 我今天少收你这部分 我会不会改天再巧立其他的名目 跟你收回来呢 这很正常嘛 像我们说 我们去跟其他的国家比 为什么同一台车子 都在台湾生产的 在那国生产的 为什么价格差那么多呢 你去看嘛 欧美各国 他们的所得税率有多高 他们的油价有多高 他们电费有多高 那个成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居然今天要求政府 把关税降到零 政府还是会从你另外一边 把它收过 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 所以你可能买新车 一时买车一时爽 可是到最后 你还是要把这个钱交给政府 没什么意思嘛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比较偏激的人 会觉得说 哎呀 台湾这些高关税 保护那些不成才的国产车商 搞了那么久 还在做代工 还在做OEM 没有用 好 到底国产车商争不争气 我们先搁在一边 各位要了解到一个问题 国产车商 它是一个龙头工业 它保障了工业的竞争力 还有就业的市场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当国家今天发生到重大危难 比方说前几年疫情期间 是不是欧美很多国家 都拿这个车商去做呼吸器 去做口罩 这些紧急用品的时候 你如果把这些国产车商 给消灭掉 你遇到重大危难 甚至打仗了 你这些后勤要怎么办呢 所以国产车商 到底要不要关闭 不是一个轻仇痛快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 它背后要背负的 细节的考量是很多的 所以回过头来 关税税捐什么 跟一个市场的汽车的 售价的关联性 没有那么大 最重要是 你就要把关税给取消掉 把货税给取消掉 政府还是跟你收回来 意义并不是很大 中国车要是进来台湾 消费者有六成觉得说 我可以接受 但是对于车厂的角度来说 大家可是真的严正以待 因为那就是我直接的竞争对手了 就像是年初讨论的 沸沸扬扬的奇瑞汽车 将要重返台湾市场 而且听说三见齐发 对 除了奇瑞之外 其实包含这个J-COO 然后OMODA 其实都是奇瑞旗下一个品牌 事实上其实J-COO跟OMODA 一开始是奇瑞这品牌之下的 其中一个车款 之后来奇瑞因为 想要发展海外市场 那干脆就把这个 相对比较收到欢迎的这车款 这个车名 把它提升到 变成一个直品牌的概念 那他们各自所赋予的 这个品牌的愿景也不太一样 比如J-COO是比较强调年轻化 然后比较可能有户外的感觉 那OMODA的话 目前比较着重在电动车这一块 那相对起来 他们自己本身奇瑞的品牌 就比较稍微 比较传统一点的感受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以目前来说 这三台车是 我们像画面上面看到的 这三台车 是各自我们自己觉得 在这三个品牌之下 比较容易导入 比较容易 有可能导入台湾的车款 那我先说后面这两个 比较年轻车的品牌来说 其实J-COO在J-COO 在车的车场 大概四米四左右 大概就是大家熟悉的 这个神车 Cross的一个长度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它外观又比较强调什么 方方正正吗 对 它的产品 它觉得我是一台都会的SUV 可是在都会SUV之余 在这个架构之下 在这个精神之下 我强调我的所谓 比较outdoor户外的SUV的风格 所以除了外观看起来 比较方正比较霸气之外 它强调它的越演能力 比如是传统 然后它会去跟你沟通 我的涉水能力有多少多少 这在所谓传统的 这个都会型的SUV SUV来说是 不会去看到这件事情 对耶 所以它的差异性就出来 没错 所以你当然能想象 如果它今天到时候 真的在台湾能够贩售 比如价格一样 跟CC Cloud Code 如果在80万 90万左右的话 可是我会强调 我有四伦传动 我有比较新世代的外观 所以我内装看起来 就是比较电动化的一个氛围 大面积 大萤幕 我也跟你沟通 我四伦传动 可以涉水能力 它确实可以明显 突出它的产品的差异性在这边 那OMODA在E5 它就纯电车款 那基本上 它的动力架构 老实说并没有太特别的 一个突出的表现 不管动力也好 续航力也好 但是我们去想象一下 这台车 比如说到时候 如果在台湾贩售 已经卖个七八十万 也蛮有经验力的 你觉得亮点就听 听起来就亮点就有 七八十万 那不是MGZ 对 就变成所谓的 我们一直在期待 电车跟油车的价格 黄金交叉点 是 所以其实看起来不是不可能 因为E5这台车 确实在整个品牌里面 它定位是比较一般般的 比较消费型的产品 并不是那么高阶的 所以你看 至少光从JQ跟OMODA来说的话 他们产品品牌本身的 这个愿景的理想 沟通一个方向 都不太一样了 感觉可行性很高 因为价格优势 然后还有产品的独特性 也有这个优势 对 没错 然后相较于现在市场里面 它跟主流的产品来说 它有它的量 做出去可乐 对 然后你要 电动车 可能大家觉得 电动车要长一个样子 然后可能觉得 续航力也都不错了 但是我价格这部分 价格的优势 我觉得大家在MG上面 太香了 对 这东西 大家应该很有感受 所以回到 本身齐瑞这品牌 其实齐瑞在十来年前 十多年前 2009 2010年的时候 台湾有 曾经一度有 在台湾国产化 就是那个时间非常短暂 大概两三年 但也就是因为那两三年 在这个时间那么短暂 也造成一个比较 通常会对齐瑞这品牌 比较不好的印象存在 但也因此这样 其实我们觉得 我自己个人觉得 虽然说都是在 齐瑞集团里面 三个品牌 但至少在齐瑞这部分的 这个推动的输入 可能比较慢一点 可是以车款来说 这台车 它车场是4米7 采用P-Half的动力 所以又不一样了 同样集团 不同三个品牌 各自产品的特质又不一样 它可能是不要锁定 我们把它设想一下 车场3米7 比现在主流的Rawful C-I-B还长一点点 多一点点而已 这差不多差不多 可是我又P-Half的动力 然后可能我价格 一样落在110 120左右 一样给你大全配的概念 好像也可以 外观其实也是 全新世代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齐瑞 至少看起来 虽然说目前这个动作 到底什么时候明朗化 不太清楚 全部都还在 under table在运作 对 这绝对 运作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但至少在台面上 我们所获得的资讯 三个品牌各自的定位 跟三个品牌各自的定位 引进的车款的差异性 都非常非常明确 所以其实真的非常期待 他们陆续在台湾推出 是 好 谢谢小钟 为我们带来 齐瑞三个品牌 有可能马上就要来到台湾 跟大家见面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除了齐瑞之后 还有没有哪一些 其他中国大陆的品牌 也要进到台湾呢 而且他们会带来 什么样的新迹象呢 小徐 除了我们刚刚小钟兄 帮我们讲的 齐瑞的三剑齐发 那其实这一阵子真的 网路上各种小道消息很多 说什么品牌要进来 基本上我们发现 中国大陆这些一线的汽车品牌 大概都被点名到了 那节目这边帮我们整理了 目前小道消息最多 甚至是已经有测试车 在台湾县中的几管车 我们一起来带大家看一看 这些车有什么特性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是东风Glory 380 好 你先听到Glory 听起来高大上 然后它的车身的外观 也相当的气派 看起来好像很高级 其实讲白了 东风Glory 380 它的基础就是东风小康 你把它当作东风小康 加大 加长版 加宽版 就可以去理解了 那东风小康 其实已经在台湾这边 已经上市了一段期间 那只是我不得不说 它这款产品挑选的 相当的聪明 因为Glory 380 这个车跟之前卖的 东风小康不大一样 东风小康 它基本上在台湾卖的车型 它主要是瞄准 中华林立 对 还有这个Toyota Town S 而且它一开始只有生产的 这个货车而已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Glory 380 它是箱车 所以它补足了 它箱车产品不足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它的车壳也放大了 所以它是比我们刚刚讲的 Toyota Town S 还有林立来得更大 更气派一些 等于以它这个车格 还有它的箱车 目前在台湾的同一车市场 几乎是不存在 它等于切入一个市场 真空的一个地带去 所以这个产品 如果它的售价 不要太夸张的话 我觉得是蛮有可奇的 就好像之前东风在车展 也有展出过 箱形的电动车 不过那电动车呢 目前为止 还没有在台湾上市的消息 反而是这个东西 好像会先上市 那第二个是武林宏光 好 有背于刚刚讲的东风 东风至少在台湾已经上市了 大家听过这品牌吗 武林这个东西呢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武林是个什么东西呢 武林它就是一个 商用车的一个品牌 它其实它当年在中国大陆 卖得超级肉丁好 我十多年前在大陆混过几年 那时候单一品牌 车型消购冠军就是武林 那个时候叫武林之光 一个月可以狂卖个十几万台 甚至二十万台 为什么 便宜 没为什么 然后呢 等到我们这个武林宏光 mini EV呢 这款车在几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一样 卖得超级好 为什么 因为它便宜 而且各位要了解 中国大陆有很多城市 主要城市为了解决交通 拥堵的问题 它规定 你买车不是你今天心情好 有钱就可以买 你呢还必须要有车牌 那车牌怎么来呢 有些城市是用竞标的 就是驾高者得 像上海 那有些城市呢 是用抽签的 像北京 就我们大陆话叫做摇号 那为了要鼓励 这个电动车的发展 所以他们针对电动车 你要去投标这个车牌 你要去抽签这个车牌 可能就一开始是不用 但是后来很多人就过去了 所以它的中签率 也比汽油车来得高 它的负担的这些投标价 也比汽车来得低 所以武林宏光这个车 就忽然爆红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可以让你完全没有车牌的人 可以在大城市上路一个负担最低的一台车子 而且你不要看这台车子 这台车子超便宜 可是它的车子呢 该有的配备还是有啦 虽然说这个车非常的小 你看这这个车是没有后门的 但是这个车 还是可以勉强几下四个人 该有的配备有 重点是售价相当的低 所以我个人是很期待 因为以它的车格来讲 你说台湾有什么车长这么小 我还真的是想不太出来 以前那Suzuki的Solio是不是 可还比它再小 还比它小 还要再小 它这个车 它比Smart大一点点 它这个车基本上 比较像B翔 但是B翔太小了 马路杀手B翔电动车 这个车子真的是很小 老人的那个电动文艺 我讲什么 B翔 B翔是哪位人生 这个武林宏光 它现在切入了一个 基本上市场真空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它的售价 可以开得像大陆一样漂亮的话 是很有竞争力的 第三个我们来看到上汽大通 什么叫大通呢 这个上汽大家都知道 上海汽车 大通其实是上海汽车 它的商用车的品牌 它长时间都是做一些商用车 可是这款我们目前 谣言胜修 城上又引进的这个车子 它是所谓的面向家用车的市场 的车型叫做G50 G50这个车的车型 大概跟我们现在台湾 在卖的Hyundai的Cousting 差不多就是那个尺寸 那为什么它要选择 4米9 我记得 G50 这个车大概4米8左右 那不就是Odyssey那样子 差不多 可是Odyssey现在在台湾市场上 没有啦 对 但是因为它真的是 即货可居 对 那G50这个车子 一方面台湾现在MPV的选择不多 二方面 这个车子其实在中国大陆 它受欢迎程度还OK 还算卖得不错 所以我们也是蛮期待 毕竟Cousting现在都是处于一个 基本上蛮热销的一个状态 它就直接跟Cousting 直接正面对决 我可能配备比你好 价格可能比你低 那这样子它的竞争力 其实是很令人期待 如百万以内 尤其我觉得百万以内 可能没有办法 但是Cousting它是卖到百万以上 而且不是百万出头 可是它是大概 最近有推出那个130万以内的 这个版本 所以如果G50 它可以压在100万多一点点 105 110 那竞争力就相当棒了 没错 最后我们来看到 比亚迪的Seagull 这讲好久了 对 这个车子的传言已经飞了好 你看它的外形 真的有点像鸟群类 这个车子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mini EV有稍微有点不一样 是在于说 这个车的车壳 比这个mini EV来得大一些 而且它有后门 它承受的空间比较好 而且它配备好很多 尽管它价格也比较贵一些 那比亚迪又是怎么样 那间公司呢 比亚迪最早是在做电池的 它大概在20年前左右 开始做轿车 而且它也曾经是大陆单一 轿车车型销售冠军 它当年的F3 也是曾经是销售冠军 那比亚迪它很聪明 它先靠了这个汽车 在市场上站上脚步之后 它开始进去电动车 不要忘了它是做电池 所以它做电动车 它的先天条件优势是很够的 没错 所以它一下子 它就爆发式的成长 甚至前一阵子还卖赢了特斯拉 那么比亚迪这款车子 其实它虽然价格 比mini EV来得贵 可是在台湾来讲 它大概就是比march 小一点点的那种车壳 也就是说它在目前 电动车来讲 在台湾也是没有什么 同级竞争对手可言的 所以如果这个车子进来台湾 售价不要跟大陆那边 售价差太多 其实它竞争力也是蛮厉害的 所以我们看前面的 这四海车车可以发现 这四海车之所以 为什么遥远会一直说 他们要进来台湾呢 那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要不就是切入市场争用态 要不就是这个市场 其实还是相当大有可为的 是 好 谢谢小区 帮我们分析这四款车 大家不知道最期待是哪一款呢 听起来似乎中国大陆的车款 真的很有价格上面的优势 但不是因为它便宜 消费者都买单 撇除政治因素不说好了 还有台湾的消费者 对于中国大陆的车 有哪一些其他的忧虑呢 其实我觉得 大家可能就是在新闻上会看到 电动车会自然会爆炸 大概对中国的品质 一想到东国制造 你就很难跟品质画上等号 可能很多人吃过亏 但是不要忘记 汽车这个东西 跟一般的生活3C用品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自然爆炸 其实任何品牌的电动车 可能都有这样的隐患 原因是什么 是很多的电动车 在使用上的时候 你要稍加注意 它跟油车不一样 甚至油车本来就 也会发生自然爆炸的一个情况 但是电动车只是它的自然爆炸之后的处理 是非常难的 所以大家会对疑虑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 那应该是你对电动车有疑虑 而不是对中国品牌的电动车有疑虑 为什么 我套一句刚刚小徐说的话 BRD都还有去年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卖银特斯拉 是 也就是说如果真要爆的话 大概全世界有一半电动车都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自然爆炸的 是电动车的隐患 跟中国应该已经无关了 为什么 现在比较先进的电池的机构 其实掌握的技术还是在中国上面 我们最大的这个电池输出也是在中国 中国大队 对不对 您的时代 那我们来看 还有人家英国 我记得报道说这个有这个所谓什么 窃取用户隐私 但是这一点我就觉得要跟大家沟通一下 什么叫做窃取隐私 我跟你讲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在办信用卡的时候 银行常常会说 你要不要提供一些资料 给那个他们的什么衍生商品使用 我一定都打X 但是你会不会接到电话说 我是XX银行 我就是XX银行信用卡 因为我没有其他信用卡 就是XX银行 那我算不算是泄漏个资 我明明就打X了 你还打电话给我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泄漏个资的窃取用户隐私 是跟这个公司正不正派 有直接的关系 XX银行就是不正派 不然我怎么会接到电话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什么行车记录器 我说的行车记录器 如果我后装的行车记录器 或者是像哨兵模式的 这种行车记录器 可能会针对个人的隐私 出现问题 对 会监控 那其实我觉得 这有点就像 我再举例Apple Apple手机好了 或智慧手机好了 里面都有GPS 为什么呢 我手机不见的时候 我有另外一支手机 就可以找到它 对 你要享受一定的安全 一定的方便的时候 你一定要透露 你的手机在哪里 对啊 如果万一我撞车的时候 救护车来救你 起码也知道你在哪里 对 而且现在也都不用说 面部ID解锁 请问 它面部ID是储存在哪里 手机里 再来声纹 声纹控制 储存在哪里 手机里 那手机一天到晚 都有一些讯号回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就是说时代在进步 就像以前 你找一个石器时代的人 说微波炉不会有电磁波 那打死也不相信 但是微波炉已经 进入家家户户了 所以我觉得说 这些东西是需要被控管 控管的机关很重要 所以有人就会问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 会不会有国家危机 对 国家危机 那我觉得很简单 如果你怕的话 很简单 我们台湾的政府 你就不要使用 你不要使用有这些东西的 例如 例如March 例如Zinger 了解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什么智慧都没有的 或者是刚刚说的 那个Town S 对不对 这种车 当你只要有配的 有GPS 有语音控制 有自动驾驶 有自动驾驶就有摄影机 有摄影机就有图像辨识 你会不会怕 你会怕 所以我觉得 譬如说 你就用最原始的车子 农耕机绝对没问题 第二 就是你不要 你害怕 你就不要用中国的品牌 你在采购的时候 你就不要 我们台湾也很多的车 这个是国产的车 也不错啊 我刚刚举的都算嘛 对不对 Zinger这些 对不对 Core Plus 虽然都要停产 我的意思是说 有的时候不要去太担心 科技带来方便 科技带来方便 一定会有隐患 它跟中国无关 美国也是一样 你玩的无人机 你玩的任何东西 只要是跟3C有关的 如果你要强大的功能 基本上都是这样 你看Tesla 它知不知道我在哪里 知道吗 它有低轨卫星 如果开放的话 FSD在台湾的话 那它不就是一直不断地 泄露我的那个问题 而且像现在有一些是 为了人身安全 你装车之后 它可能会马上问 SOS系统 对 就问你说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对啊 你现在是昏迷 你还是可以按这个按键 说OK的 对 根本不用 你只要语音跟他讲 我OK 我OK 就这样子 他就可以解除这个 但是这个 是不是保障人民的 一个方便东西 我觉得是 但是你就要透露出什么呢 你的身文 你的GPS 甚至你在车内的情况 他可能都要做double check 所以我觉得这是 大家去思考 说你要不要去拥抱科技 还是说我要做一个保守的人 因为很简单 我们都是nobody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当你是sambody 可是当你是sambody就 譬如说政府机关 敏感的地方 我觉得你就不要用嘛 你害怕你就不要用 是 不仅是关于这种 有所谓的资安问题 为什么国家安全问题 那个真的是方方面面 可能牵扯的部分太多了 可是我们也观察到 各个国家似乎有意无意的 在抵制中国车 对 没错 尤其是欧洲 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分开讲 如果单是先讲产品车款 中国品牌的话 我觉得这说真的 真的没什么问题 包含德国媒体 德国当地 他们已经买大陆品牌的 电动车的一些观众 其实这都是当地 德国媒体采访出来的 其实不管是车媒 德国车媒 或是他们当地德国的车主 都对于大陆品牌电动车 大陆品牌的车款来说 他们觉得认同度非常高的 那第一个部分当然是价格优势 他们获得非常好的CP值 再来又是其实质量 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虽然说中国车厂 在最近在大陆 在欧洲的部分的话 发展并不太顺利 但其实从产品面来说的话 并不是 问题点并不是在产品面 那问题点在哪边呢 首先还是在于说 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价格有优势 价格优势来自于中国政府 对于他们当地的一个品牌 电动车品牌 一个大力的补助 那其实根据调查 因为其实之前德国也开始做 进行所谓的反补贴调查 是啊 那他们大概有得出一个结论 其中某一个品牌 大品牌 中国电动车品牌 它在2022年得到 中国政府这个补助的话 高达了22.6亿美元 这个非常非常惊人一个数字 代表其实我获得补助之后 你的价格自然可以被压定 政府支持你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 这是党在支持 这是政府机器在运作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 当然这个签证层面又比较高 那还是回到说 其实这东西的话 也难怪他们车款 在那边卖得很好 可是卖得很好就来 我们刚刚讲 欧洲 德国进行反补贴调查 因为他觉得 有可能去破坏市场这个航行 或者是对于我本土的 这个汽车工业 有一些威胁 没错 我一定要记住 现在至少你们到底 在玩什么把戏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块 所以后续也许也是因为 风向开始改变了 觉得中路车 其实真的那么好吗 也许不差 可是这东西 也是个隐忧之外之余 那再来就是 另外就是其实 欧盟对于油车的部分 他的这个 一开始说要什么时间点 去限制油车发展 但这个时间点 又开始慢慢的 放松放宽延扣了 所以这个跟政策有关系 一开始因为 我明确告诉你 2035年就是 不能生产油车 那大家开始急 然后风向开始说 我要买电动车 然后这个德国车厂也开始急 怎么办 电动车也被大陆市场垄断了 那这是怎么办 防普天调等等 但我觉得也是因为 开始所谓开始松动 油车的一个限制 这个时间点 所以代表着 中国车的电动车 现在在这个欧洲市场 却是出现一个很大的 这个滞销的状况 这是有消息指出 它这个一台车 中国车 但是从港口进来之后 又卖不出去嘛 那港口原来放了一年 一年半 就还是放在那边 真的假的 就没人要 因为它当然也一部分 再便宜就没人要 对 这也是因为它量太大 工明显过于 过于求 所以大概是这样 说过不太顺利 确实真的不太顺利 那这部分有很多 大的原因在那边 但老实说 这个我们有时候 就事论事 车人本身 车辆本身 这个质量 是真的没问题 还在一些政策面的关系 包含了 各国之间的 一些态度的问题 去影响到 现在中国车 在欧洲市场 确实产生一个 明显的滞销 是 虽然说中国车的 进步跟崛起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是想要在世界各地 攻城掠地 可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也不是所有人 都买单 是吧 Rick 没有错 其实这 当然 这两年来讲 我觉得中国品牌 车车是大局的 一个外销 那其实因为 刚刚小松有提到 其实是因为 政府的支持 然后鼓励他们 进行这个外销的动作 那当然 其实美国市场 或者欧洲市场 他们其实感受 非常的深 也感受就是 很明显是 它东西其实 产品面本身 没什么问题 再来是因为 价格的方面 会让原本 我们熟制这些 欧洲车厂 或者是本土的 车厂来讲 他们其实是 倍感压力的 因为变成说 他们价格优势 会让他们的一个 销量会有一个落差 那其实在 那个 大国的集团 就是Stanity集团的 执行长 他就有表示说 他其实 他之后 他们的集团任何的 旗下任何的汽车品牌 他不会卖给中国品牌 真的 这很多品牌 我不要这样操作 我不会卖给中国品牌 然后就是 因为他们对于 中国汽车的品牌 他们的CP值真的太高 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然后像美国的话 其实有上次 拜登 然后川普 其实他们也是 反对中国品牌的 所以他们之后 已经有考虑说 想要 取消干脆电动车 我就取消电动车的补助 然后让市场回归 这个消费者自己选择 回归一个市场的机制 甚至 比较激进一点的川普 他会说 反正你只要是中国的 电动车品牌 我提高关税 我提高关税 我取消补助 不管你是要在摩西哥生产 还是哪里生产 中气就是不行 所以其实这个 我觉得是 政府跟政府之间 他们自己在 保护自己的本土的产业 所做的一些 配套措施 然后我觉得 这是 之后还是会陆续观察 当然我觉得 中国电动车 在市场上面 全球市场上面 造成一个 我觉得一个震荡 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了 那会不会再持续下去 那我就看 美国 北美车厂 或者是这个 欧洲厂长 他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除了欧美呢 开始围剿中国车之外 其实对于台湾的 这个消费者来说 大家对于中国车 还是有一些 既定的刻板印象 例如说它便宜 但是安全 还有整个的组装品质 似乎有一些疑虑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对于台湾的消费者 一直都保持一个 非常尊敬的一个心态 为什么 刚刚我举例来说 小徐讲的关税这一个 听完之后就是 无良政府 然后Kamary 要卖得比人家贵 因为你买得起 这叫什么 无良厂商 就台湾的消费者 接受无良政府 无良厂商 但是不接受什么 便宜有好货 你知道吗 这就是台湾消费者 一个心态 你知道我在去年 有参访过一个大陆的 中国的一个车厂 你知道我们的撞击车 是并没有从后面撞的 除了座椅那个边甩 颈部边甩之外 车体是没有从后面撞的 但是大陆很多车厂 已经在实施后面撞击测试 那这个是 不管你是UOMCAP 还是这个美国的高速公路 安全管理局的 这些都没有做这样的测试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 不需要太担心 而且刚刚小中也说过 欧洲很多的车主都认为 那是他们的使用感觉很好 为什么 我觉得欧洲的车主就很简单 你给我10块钱的东西 它就有11块的表现 就非常好 台湾不行喔 台湾你给他10块的东西 我不行 我要200块的表现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国产车 不是 我不能这样讲 我就是说看到某些车 明明就是很烂的东西 但是我要配 极高级的柏林直音还是什么的 对不对 就是在华而不时的东西去 好 我们来说 那到底中国车安不安全 我举一个例子 刚刚说到那个 Stan Antis的总裁 我看他快下台了 为什么 他说他绝对不卖给这个 大陆车厂 我们来看看 奔驰 德国奔驰 跟比亚迪合作 腾式汽车 奔驰还占10%而已 小老弟 再来Volkswagen 全世界应该是 第一第二大的车厂集团 他宣布 在中国 这个电动车市场 干不瘾 全世界应该是第一第二大的车厂集团 他宣布在中国 这个电动车市场干不瘾 而且他仍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 这个制造汽车之一 那他从18%的占有率调到14% 所以他也宣布要跟小铜汽车合作 在拓展这一个属于面向中国的市场车型 打不赢就加入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市场现在是2800万台的年销售量 第二名是美国1000多万台 差这么多 对 再来应该是德国 日本 大概都在八九百万台而已 那这样子你要放弃一个最大的市场 这是一个CEO该说的话吗 不是嘛 刚才小徐已经说了嘛 车商是无良的嘛 那你怎么 不是乃哥说的吗 不是 无良的车商怎么会放弃倒嘴的肥肉 那就是他咬不起 对不对 他咬不起嘛 所以你摊开这个Standledis的这个品牌 这么多品牌耶 不一定人家中国想要吧 因为中国合作的叫宾士 叫Volce Iyer OK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大家对中国车的安全有疑虑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是宾士 我会拿我的品牌开玩笑吗 对啊 宾士现在只剩品牌了 我就说 宾士现在做的车只是贴上logo 的车子 其实车子都不是他的 都是别人做的 他只会做仪表板 买电视送车